庄睿看着彭飞被毒贩们无情鞭打 早已怒火中烧 就像一把枪击中了心脏 为了彭飞 他继续强装镇定 与毒贩集团的二当家姜哥周旋 可谈判破裂了 庄睿试图用藏宝图换取大家的性命 姜哥轻蔑一笑说这些还远远不够 庄睿沉思片刻说出了他的想法 姜哥惊无万分 便让庄睿等人配合自己干掉杜瓦 庄睿三人见无路可退 于是和姜哥达成了合作 首先黄甫云在库房安装炸药 制造混乱以转移所有人的视线 紧接着他们三人来到杜瓦房间 直接了当地解决了杜瓦 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正当庄睿和苗霏霏本以为万事大吉之时 谁知姜哥却临时反水 随后他便把庄睿几人关起来了 还污蔑他们是杀死杜瓦的凶手 姜哥本来想杀了庄睿几人 可庄睿说自己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 这让姜哥十分好奇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不虚 庄睿用黄金铜看见了姜哥的纹身 甚至还看到了纹身下隐藏的伤疤 姜哥健壮大吃一惊 但他仍然心存顾虑 为了安全起见 姜哥带着庄睿去寻找宝藏 而苗霏霏等人仍被关押着 庄睿暗图所记却在树林里断了线索 可庄睿不是一般人 他打开黄金桶 看见前方有一个隐藏的洞口 于是姜哥带着人冲了进去 山洞里藏满了黄金 毒贩们喜出望外 而庄睿却打量起旁边的石壁 看见里面藏着一个盒子 庄睿偷偷把盒子刨出来 发现其中藏着一卷竹简 可还没等他捂热呼 就被姜哥发现了 被他硬抢过去 另一边黄楚云挑拨离间毒贩们的关系 说他们的大哥杜瓦是姜哥杀的 毒贩却相信兄弟情深 不信他们的鬼话 但在黄楚云的三寸不烂之舌下 毒贩的性命崩塌 他们越想越气 拿着枪就去找姜哥算账 胡蓉经不住女儿的软磨硬炮 最终还是答应他去解救庄睿 可这是毒贩集团发生了内斗 现场枪林弹雨炸弹满天飞 庄睿趁乱逃跑中是核套出来的 彭飞等人成功会合 可下一秒庄睿封了室的返回战场 想要从姜哥的身上寻找竹简 哪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代 庄睿拿起竹简 便有烟雾弹朝他们扔了过来 一瞬间浓烟弥漫 众人感觉浑身无力晕倒过去 拿走了庄睿手里的竹简 而苗菲菲凭借他那令人震撼的意志 用最后一丝力气打掉了黑衣人的面罩 惊奇地发现领头的竟然是秦宣兵 最后庄睿等人被胡龙凝救 成功返回北京 庄睿醒后猛地回想起 在他昏迷前用黄金铜看见了面罩下的脸 领头人竟然是秦宣兵 对此他很难过 这也令他对秦宣兵产生了怀疑 第二天苗菲菲前来看望庄睿 可这次庄睿却率先开口 苗菲菲一下子愣在原地 随即庄睿步步紧逼 苗菲菲让庄睿清醒一点 说他每次遇到危险都和秦宣兵有关 让他认识到这个残酷的真相 另一边刘家来探望黄甫云 他虽然渐渐喜欢上黄甫云 但还是嘴硬不肯承认 这是黄甫云对刘家深情告白 这一次他终于打动了刘家的芳心 刘家主动吻了黄甫云 此举令他喜出望外 几天后德书来看望庄睿 可他感觉庄睿为你不振 眼中若有所失 于是德书化身人生导师 劝庄睿振作起来找回初心 德书走后 苗菲菲来找到庄睿 他告诉庄睿警局 星节获一尊玉友 这个玉友与玉母息息相关 于是他邀请庄睿一同前往内蒙 好寻找这一切的真相 庄睿也正想弄清这些 便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在去内蒙的路上 庄睿和孟教授交谈了起来 庄睿认为世界充满尔虞我诈 人心也是变幻莫测 他已经厌倦了这样 便想跟随孟教授四处考谈 孟教授也是求贤若渴 直接了当地答应了庄睿的要求 大草原风景如画令人神往 草原上的人也名风淳朴 单纯善良 可巴特尔担心考谷队会破坏草原 便不愿给考谷队当向导 这时古定玉端着酒就去献殷勤 古定玉真切地解释着 可巴特尔却固执地表示 要答应可以 但必须得摔跤胜过他 古定玉一拍桌子 决定第一个上去挑战他 阿特尔从小在草原长大 自然是力大如牛 没过几个回合 就将古定玉打倒在地 梁飞飞实在看不下去 主动请您去挑战巴特尔 可巴特尔见苗飞飞是女流之辈 不愿与其动手 一名勇士便自告奋勇与苗飞飞对决 男子身材魁梧 但耐不住苗飞飞会用巧劲 三两下就被苗飞飞给扔飞出去 现场掌声雷动 男子也灰头土脸地离开了 这时巴特尔坐不住了 他走上前接受了苗飞飞的挑战 只见两人降低重心 稳住下盘 相互使出假动作试探对方 随即巴特尔率先出手 两人贴身肉搏了起来 巴特尔是十足的大块头 身上肌肉发达 苗飞飞纵使拳脚功夫再好 最终也不敌巴特尔的蛮力 巴特尔见苗飞飞这么厉害 能借自己这么多招打心眼里佩服 当场对苗飞飞表白 苗飞飞愣住 在欢呼声中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时庄瑞站了出来 巴特尔看出了庄瑞喜欢苗飞飞 于是当即和庄瑞打赌 庄瑞知道向导和苗飞飞对他都很重要 便答应了比赛 庄瑞身材瘦弱 因为实力根本不是巴特尔的对手 就使出了黄金铜 他看见巴特尔颓骨有旧伤 便利用这个弱点出起之胜 打败了巴特尔 巴特尔是条汉子 他愿赌服输 答应给考古队当相保 秦宣斌再次望着锅锅出了神 一边是心心念念的庄月 另一边是他肩上扛着的责任与使命 一时间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与此同时 光瑞在巴特尔的带领下前进着 他无意中发现草场下可能藏着墓血 便赶紧汇报给孟教授 经过考古队的勘测 发现果真如此 大家决定下目打探情况 只是庄瑞担心苗飞飞的安全 不想带着他下目 可苗飞飞执意要一同前往 庄瑞健壮也无可奈何 众人小心翼翼地来到墓里 庄瑞看见墙上的壁画 心里忽然觉得不舒服 但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大家探测许久决定回去休息 回去后庄瑞的心情无法平静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看见壁画上的人眼 惊转了一下 这时巴特尔的歌声深情且嘹亮 庄瑞十分好奇便过去凑热闹 谁知巴特尔讲了个鬼故事 庄瑞吓得赶紧起身离开了天街 夜色凉如水 苗飞飞一个人坐在外面 惹人生怜 庄瑞看到了他 便上前说起了相遇 谈起了过去 甚至庄瑞专门为苗飞飞唱了一曲 那是他唯一会唱的歌 两人欢欢笑笑 打打闹闹 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侣 第二天一早 考古队得到了消息 树木中的障碍已经被清楚 于是一行人顺利进入了主墓室 这时庄瑞感觉头晕目眩 但他却还在逞强 而庄瑞不顾自己的身体 强行打开黄金桶盯着棺材 他惊悟地发现棺木夹层暗藏水婴 也就在这时庄瑞的身体不堪重负 直接晕倒在原地 苗飞飞见状十分担庄瑞的安危 直接把庄瑞带回了帐篷 醒来后的庄瑞焦急万分 他拿起对讲机对孟教授说道 坟墓中有水 众人在庄瑞的提醒下戴上了防毒面具 这才侥幸逃归一劫 可就在这时庄瑞在床上头痛欲裂 他疼得大声惨叫 苗飞飞十分着急 他要求医生就庄瑞 医生却表示庄瑞并无大碍 但是需要一种药必须回阵上去 苗飞飞二话不说 开车便返回阵 苗飞飞驰骋在沙漠之上 殊不知他已经被阿鬼派的杀手盯上网 杀手们心狠手辣 他们打开车窗 对着苗飞飞的车就是一顿扫射 苗飞飞眼见情况不妙 一脚油门就向前方逃跑 可最终还是被他们拦截了下来 关键时刻巴特尔及时赶到 他有百步穿 二人返回营地后 巴特尔突然大方地向苗飞飞表白 苗飞飞木讷在原地 直接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尴尬间恰好碰到古定玉来看望庄瑞 苗飞飞像看到救星一般 拉着古定玉就要离开 庄瑞此时还在昏睡中 苗飞飞非常担心 便打电话咨询黄甫云 问他庄瑞之前有没有什么老毛病 黄甫云大惊失色 他十分担心庄瑞 恨不得立刻飞到庄瑞身边 而苗飞飞表示 庄瑞现在已无大碍 会尽快带他回北京的 古定玉和孟教授等人顺利开关 却发现棺木中竟然没有尸体 只有一副玉制的棋盘 古定玉惊奇地发现 玉棋盘与缴获的御用材质几乎一样 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有某种联系 但是大家这次没有发觉出其他信息 考古一度陷入瓶颈 就在这时苗飞飞告诉孟教授 自己刚才遭遇了袭击 恐怕有人要对这次考古不利 孟教授大吃一惊 苗飞飞则镇定地表示 自己已经通知警方前来支援 让他不必过多担心 古定玉眼见一筹莫展 便打视频给爷爷古天锋寻求帮助 古天锋经过一番思索 他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他告诉古定玉 墓穴之中可能还有其他隐藏的墓室 紧接着 古定玉把庄瑞突然晕倒 告诉了古天锋 古天锋一下子暴跳如雷 他责怪古定玉不早点告诉他 而古定玉则在电话的一头暗自吃醋 挂端电话后古天锋若有所思 随即翻出了多年前庄启明写的信 信中描述了庄启明曾出现过的症状 最后误感尽失 生不如死 在信的末夜还画了一只玉木 正是古玩店当时被打碎的那款 古天锋一遍遍地看着信 心情十分沉重 古天锋的推测 引起了孟教授的重视 于是孟教授再次组织进行大规模扫描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们在已发现的墓葬下 又发现了一处墓葬 此时庄瑞的身体刚刚好转 便想跟着孟教授等人一起下墓 可孟教授害怕庄瑞再次发生意外 本想极力阻止 哪知庄瑞仍固知己见坚持跟随 孟教授见庄瑞态度十分强硬 只好同意 众人打着手电筒缓缓地前进 终于来到了墓室的入口 在入口的石墙上 庄瑞发现了与棋盘吻合的机关 于是他将玉棋盘嵌入整个墙壁 竟然变成一个未完成的棋局 庄瑞和谷定玉在棋盘上对应 根据棋盘两边的提示 他们二人完成合起 终于开启了石门 石门打开 庄瑞看着眼前奇幻的景象陷入迷茫 里面有个人胡乱地挥舞着一把剑 如其四肃行为癫狂 当他仔细看那个人的脸时 他突然发现那个人有可能就是缝犬 而那张脸又好似他自己 庄瑞的眼瞪得很大 下一秒庄瑞骤然回到了现实 墓中墓正式开启 大家人贴着人走了进去 而庄瑞则细心地看着墙上的壁画 感觉他们十分地熟悉 大家小心翼翼地打开士官 却发现里面都是些玉器 并没有墓主人的尸身 众人只好离开墓室回去整顿休息 很快夜幕低垂 庄瑞在梦中再次来到了墓室 在梦里庄 瑞和冯泉进行了一次跨越千年的对话 两人的遭遇极其相似 他们的命运似乎也都被黄金铜所掌控 冯泉已经心事千年了 可庄瑞不甘心 就在这时冯泉使用黄金铜 却双目出血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庄瑞 庄瑞吓出一身冷汗 从梦里惊醒 此时不远处的帐篷中 忽然传来梦教授的惨叫 原来梦教授前去取资料 意外撞破有人倒是考古队的机遇 被人偷袭打伤 多亏庄瑞和苗霏霏及时赶到 才将梦教授送医治疗 万幸便是梦教授没什么大碍 庄瑞在案发现场 找到了相机镜头的碎片 他认为只要合适对内的相机是否破损 就可以找到内鬼 苗霏霏也在一旁附和 事不宜迟 两人便分开行动起来 任博士因为做贼心虚 偷偷地给阿鬼打起了电话 而这时 阿鬼却对任博士不管不顾 任博士很恐慌 他回到自己帐篷外 却看见庄瑞在帐篷里翻东西 当庄瑞翻到自己相机的时候 任博士觉得再也躲不过去了 他苟急跳墙 顺手摸了一把铁锹 静止地朝庄瑞走去 任博士拿着武器刺向庄瑞 庄瑞一个龙抓手 反手就将其制服 可就在这时 阿鬼的狙击枪 早已瞄准他们多时了 只听砰的一声 任博士受伤倒地 阿鬼也迅速驾车逃离 任博士的伤并不严重 病床上的他渲染一起 这时孟教授走了进来 他恨铁不成钢地告诉他 当任博士邪念产生的那一刻起 这些美好的憧憬 都像泡沫一样破灭了 任博士悔不当初 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但即使这样也无济于事 另一边 庄瑞决定和苗霏霏一起离开草原 巴特尔虽然没有抱的美人归 但依然尊重苗霏霏的选择 送他快乐地离开 苗霏霏觉得 巴特尔是一个热情率志 敢爱敢恨的草原汉子 随即与他拥抱告别 庄瑞回到北京 黄甫云乐不可知 掏出了帮中瑞求的各种福 令中瑞哭笑不得 这天是苗霏霏的生日 刘家精心给他布置了温馨的生日场景 并扬言叫了全世界的人来给他庆生 苗霏霏听说全世界的人十分激动 立马兔子般地跑进屋内 可当他进到屋里 看到黄甫云等人一起玩游戏不理他时 眼中难免有些失落 可下一秒 屋内灯光骤停 庄瑞一身霓虹 推着蛋糕缓缓地朝着苗霏霏走来 那一刻苗霏霏咽若桃桃花 苗霏霏这才意识到 庄瑞才是他的全世界 春天月老 夜色撩人 黄甫云和刘家瑶晃着红酒杯 兴奋不已 而另一边 庄瑞却碰见了来找他的秦宣斌 只见秦宣斌眼神躲闪 而庄瑞却一脸冷漠 秦宣斌直率地提出想请庄瑞帮忙 庄瑞却态度冷淡 他指出 每次事件都是秦宣斌事先安排好的 他一直活在秦宣斌的阴影里 就像一个被操控的王 秦宣斌百口莫辩 但他坚定地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害过庄瑞 只是身在其中无法永远单纯 随即秦宣斌言归正传 希望庄瑞和自己完成一笔交易 庄瑞冷漠地表示 我对交易没兴趣 但秦宣斌说出了冯生传和黄金桶 庄瑞动摇了 因为他也十分想弄清冯生传 当然还有黄金桶的秘密 庄瑞满腹心事地走了回去 却看见桌上摆着残缺的生日蛋糕 泪眼婆娑的苗飞飞在一旁喝酒 当苗飞飞得知 庄瑞真的去见了秦宣斌 而且准备和他一起去云南时 他沉默地低下了头 此时他的心中有一场海啸 他跌跌撞撞地起身朝屋外走去 没有让任何人知道 庄瑞如约来到云南 不得已只能和秦宣斌走在一起 而苗飞飞也准备跟着庄瑞跑到云南 刘家感慨苗飞飞为了爱情到处跑 苗飞飞却嘴硬不肯承认 秦宣斌也终于说出让庄瑞帮忙的事情 庄瑞十分气愤 觉得秦家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但为了逢生传的权卷 他不得已只能照办 古天锋与古定义也来到了云南 古天锋看着孙子宠辱不惊 处理事情的样子 他十分的开心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孙子已经独当一面了 虽然老了 但也后继有人 随即 他指出自己的孙子心里喜欢苗飞飞 可是如果和庄瑞相比 古定义仍是逊色一些 这时古定义接到了苗飞飞的电话 原来苗飞飞已经到了云南 他着急和古家爷孙俩会合 就是为了跟着他们去见庄瑞一面 庄瑞见到苗飞飞 却发觉他十分生气 可愚蠢的他大概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苗飞飞生气是因为吃他的粗 玉石拍卖场上 秦家价值六千万的石头已经翻了一番 然而价格还在继续上涨 在庄瑞的推波助澜下 这块石头最后以一万八千万成交 玉石的价格整整翻了三倍 秦宣斌激动地向秦浩然汇报秦 浩然再次见识到庄瑞的实力 决定继续利用庄瑞 毕竟商场上没有永远的盟友 只有利益才是最可靠的 拍卖会结束的晚宴上 庄瑞已然名声在外 人人都想与他结交从而获利 但眼前的这个人却让他感到不简单 这个男人叫中川良介 已经纵横了玉石界二十多年 中川良介的这一席话 让庄瑞感到很猛 丝毫摸不着头脑 结束之后中川良介去见了古天峰 原来他就是中川杨平的儿子 当年本该是古天峰 和中川杨平一起去科考 但是后来庄启明代替自己去 那年的考古资料古天峰 现在还保留着 秦玄兵邀请庄瑞参加贵宾抽奖活动 庄瑞拒绝了 苗飞飞好奇地跟进了房间 一下子被眼前梦幻般的世界震惊了 嘴唇微微上扬 就仿佛一位童话中的公主 庄瑞告诉苗飞飞 虽然昨天错过了吹蜡烛的环节 但今天他又单独给苗飞飞补上 补上了一个只属于他们两个的生日 他们一路走来生死与共 在彼此的心中都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苗飞飞虔诚地对着蜡烛许愿 随后轻轻地吹灭蜡烛 希望这一刻能够永远 后来庄瑞与秦玄兵见面 庄瑞执意要看秦玄兵眉头紧促 成逢全一生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后半生却无感尽失 十分凄惨 庄瑞心中很沉重 但表面依旧云淡风轻 秦玄兵将庄瑞的反应报告给父亲 秦浩然感慨庄瑞是个好苗子 只可惜他将会无感尽失 不久于人世了 庄瑞和古天峰在茶楼见面 古天峰谈起庄瑞 身体的异常状况却数次欲言又止 令庄瑞十分疑惑 这时古天峰突然接到一条信息 于是他让庄瑞等着自己回来 就匆匆离开了 没过多久楼下传来一阵骚动 庄瑞跑下去一看 发现是古天峰倒在了血泊中 苗飞飞闻讯赶到 赶紧叫人将古天峰送到了医院 庄瑞对古天峰的遭遇悲痛欲绝 而苗飞飞则提醒他 庄瑞一把推开苗飞飞 冲回房间查看古天峰的手机 发现这一切都是中川梁界搞的鬼 而且最开始典当行丢失的一幕 也是中川梁界名下的古定玉 得知古天峰去世的消息后 他顿感晴天霹雳 他看着爷爷生前的玉佩出了神 显然 他仍旧不愿意相信爷爷已经去世了 苗飞飞心里也十分伤心 他知道此时的古定玉肯定比他难过更多 只能强忍泪水鼓励他振作起来 庄瑞也说以后两人就是亲兄弟 从此荣辱与共不离不弃 这是古定玉拿出爷爷一纸珍藏的信件 庄瑞发现这正是当年科考队的信 庄启明写道 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座保存完整的墓穴 里面出土的文物都刻着眼睛 形状的图腾 同行的中川阳瓶还出现了无感尽失 攻击他人的症状 庄启明知道自己此行凶险 便托付古天峰照顾好自己的家属 庄瑞据此猜测 古天峰一定发现了当年考古队的内情 才会被中川梁界杀人灭口 回到家后 庄瑞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感叹自己时日无多 却也只能听天由命 他举起酒杯一一和各位好友干杯 一边变感 谢身边朋友们的陪伴与支持 庄瑞借着酒精和朋友们吐入着心意 也借着酒精逃避着自己的悲惨命运 当黄斧云把逢生正的照片拿到庄瑞面前时 庄瑞知道一切都瞒不住 他坦白了自己拥有黄金桶 并且也将命不久矣 众人心里都十分难过 但却都在鼓励庄瑞要相信奇迹 要开心地活下去 庄瑞四处寻找中川梁界的下落 可却一筹莫展 而这时秦宣兵出现了 他竟然有中川梁界的四人飞机行程单 他递给庄瑞 庄瑞看过发现中川梁界飞去基辅了 经过周密的讨论 庄瑞三人也来到了基辅 过了两天 三人气宇喧扬地走进博物馆 庄瑞出手阔绰 接连买下许多珍贵宝物 并且对每件古董都讲得头头是道 很快引起了馆主维克多的兴趣 维克多主动上前搭讪 而就在这时 一名光头男子在大堂里大喊大叫 声称博物馆的油画是赝品 维克多上前和他理论 而光头男子却另取出了两幅画作 要求维克多当众辩名真伪 维克多查看许久也不敢轻易确定 正当维克多级的焦头烂额之时 庄瑞像就是主一样走了出来 他戴上手套 拿着放大镜仔细地查看 最终发现画的落款时间都不对 此推断这两幅皆是赝品 光头十分难堪 拿着画灰溜溜地离开了 事后 维克多将一只珍贵的怀表送给庄瑞 来表示对他的感谢 庄瑞见此也不再掩饰 可维克多并不打算 透露中川良界的行踪 于是匆匆送客 等到庄瑞离开后 维克多立马将此事告诉了中川良界 第二天 庄瑞三人又来到博物馆 提出想看看红宝石权杖 维克多的脸色有些难看 苗菲菲则直接了当地指出红宝石 视线了维克多尴尬一笑 而这时 庄瑞看出了维克多的窘境 表示可以帮他找回红宝石 但希望能得到中川良界的行踪 维克多此时也表示一言为定 随即他带着三人来到权杖前 仔细地向大家说了 红宝石遭窃的经过 庄瑞三人猜测 这个小偷很有可能是为了让维克多出丑 随即众人合伙演了一出戏 把道歉案的幕后黑手引了出来 苗菲菲当机立断 直接追上去把那个人当场制服 可那个人的同伙很快赶到 将中瑞三人给围了起来 这群混混的老大竟然是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叫叶莲娜 紧接着庄瑞三人被关了起来 这时庄瑞想起来 叶莲娜似乎十分重视大厅里的一幅画 而画框上有不同的指纹 她觉得画里面一定暗藏玄机 于是苗菲菲帮助二人解开手上的绳子 三人偷偷来到大厅 并从一个混混口中得知 叶莲娜竟然是维克多的妻子 随即几人拿开画框 果然发现了暗格 庄瑞运用黄金铜破解了密码 成功拿到了红宝石 就在这时叶莲娜也走了过来 她告诉大家自己与维克多已经离婚了 是因为维克多婚内出轨 她拿走红宝石 就是要维克多亲自来道歉 庄瑞知道叶莲娜还没有放下维克多 于是建议她明天去找维克多 她一定让维克多给叶莲娜一个道歉 叶莲娜同意了庄瑞的建议 庄瑞提出自己和苗菲菲交换 苗菲菲却让她放心 叶莲娜对维克多如此深情 她笃定叶莲娜不会伤害她 随即庄瑞和黄甫云找到维克多 维克多一脸无奈 说着说着便回忆起了她和叶莲娜的从前 与此同时 苗菲菲和叶莲娜正在比试跆拳道 两个同样深情自强的女人 很快就找到了共同点 一番较量法让她们成为了朋友 一边喝着酒 一边向彼此倾诉 自己的感情是有多么不如意 第二天 苗菲菲陪着叶莲娜来到博物馆 维克多捧着一束鲜花出现了 这一次她收起了她的丸事不公 郑重地向叶莲娜道歉 并请求她和自己重新开始 叶莲娜婉儿一笑 她曾无数次幻想着 维克多站在她的身前 这一次维克多真的出现了 她遏制不住心中的思念 和维克都抱在了一起 庄瑞三人看到这浪漫的一幕 非常羡慕 苗菲菲也不禁想起来 她和庄瑞的点点滴滴 心中顿时思绪万千 维克多现在事业爱情双丰收 对此她很感激庄瑞三人的帮助 虽然她不知道中川良界到底在哪 但可以带他们看看 中川良界留下的东西 维克多带着庄瑞三人来到保险柜前 庄瑞惊奇地发现 中川良界留下的竟然是一只完整的蕴 母随即庄瑞开启黄金铜 在蕴木内部发现了一块黑色的东西 庄瑞看过后顿感头蕴木炫 还好苗菲菲和黄楚云及时扶住了她 而这时庄瑞颤颤巍微微地想要摸摸蕴木 可是维克多却拒绝了她 几人准备离开时 秦玄冰和路芒用炸弹打开了保险库的门 他们觊觎蕴木已久 冲进去拿起蕴木转头就跑 苗菲菲醒来和路芒展开了激烈的活动 庄瑞也赶紧起身追秦玄冰 却不成想被她用枪抵住了头 虽然秦玄冰蒙着面 但庄瑞还是认出了她 时至今日 秦玄冰都还在利用庄瑞 庄瑞的心已经被秦玄冰伤的千疮百孔 此刻她对秦玄冰彻彻底底绝望了 路芒也从苗菲菲的手下逃脱 庄瑞三人便一路乘车追赶 而就在这时 庄瑞从后视镜意外发现了中川梁界 庄瑞立刻下车 她愤怒地盯着中川梁界 而中川梁界却竭力反驳 然后中川梁界表示 当务之急是找回玉木 事后她肯定会给庄瑞一个答案 随机众人在叶莲娜的帮助下 成功拦截住了秦玄冰和路芒 可下一秒路芒掀开外衣 里面绑满了红色的炸弹 路芒用炸弹威胁众人 让他们放走秦玄冰 中川梁界的手下趁气 不被开枪打伤 她才解除了危机 在回去的路上 路芒想方设法逃了出去 可刚抢来的玉木 被她不小心落在了车上 玉木辗转又回到了中川梁界的手中 回到中川梁界的别墅后 她便开门见山地告诉庄瑞 说她那天只见到了古天峰的尸体 对遇害真相毫不知情 庄瑞愤怒地看向中川梁界 中川梁界却不紧不慢地让庄瑞坐下 她告诉庄瑞 自己的父亲中川梁界 当年迅速返回日本 并不是潜逃 而是逃命 她当圣被一个知道真相的中国人追杀 而那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庄瑞的爷爷庄启明 随即中川梁界继续说到 庄启明追杀她父亲不是没有原因 其实 她父亲也具有和庄瑞一样的黄金桐 中川梁界称父亲回到日本后 很快便食不知味 失误模糊 最后无感尽失 在黄金桐的副作用下死亡 而这时维克多赶了过来 他焦急地告诉庄瑞 玉木中的黑色物质能够释放强辐射 一旦玉木破碎 黑色物质裸露在空气中 就会迅速释放辐射 诱导人的眼睛发生病变 庄瑞知道自己命不久已 着急地向中川梁界 询问解决后遗症的办法 中川梁界 在提起一个甘肃沙漠里的佛窟 他声称那里才可能解开黄金桐的秘密 苗飞飞和黄甫 云不大相信中川梁界的话 而庄瑞觉得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相信中川梁界了 过了一会 苗飞飞在叶莲娜的帮助下 抓住了路芒 路芒竟然说出奇 宣兵是秦浩然的杨敏 庄瑞知道后并没有太大的出动 因为他脑海中 一直重现着中川梁界 的话庄瑞十分恐惧 他感觉长夜将至了 他也会像冯泉和中川杨平一样凄惨 死去 苗飞飞见状只能在一旁安抚庄瑞 一定可以找到破解黄金桐的办法 秦宣兵回家后向父亲道歉 他把玉木给弄丢了 秦浩然已经听说了这件事 也知道中川梁界在和庄瑞来往 秦宣兵猜测 庄瑞之后可能会去甘肃沙漠调查 秦浩然眉头紧锁 似乎他早就知道那片神秘莫测的沙漠 茫茫沙漠满目的黄沙无尽蔓延着 似乎随时都可以将描 小的人类吞噬 为了尽快找到沙漠里的佛窟 彭飞将大家带到了好大哥老曾的家里 因为老曾是沙漠里的活地图 有他才能更快地确定佛窟的位置 老曾听说和庄瑞等人是来寻找佛窟后 他的面色迅速凝重下来 他直接否认了佛窟的存在 好像对佛窟这两个字挥沫如深 众人见状只好作罢 回到房间后 黄斧云和彭飞私下里谈论佛窟的事情 可这一切都被门外老曾的儿子阿赖听到 他认为佛窟里面肯定有不为人知的宝藏 到了晚上他便牵着骆驼出门了 决定独自去寻找这传说中的佛窟 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沙尘暴 等老曾发现阿赖不见了 他十分地着急 壮锐健壮 急忙组织众人一道同行 去帮老曾寻找阿兰 沙尘暴过后 沙漠的地形地貌都发生了改变 幸运的是 他们找到了骆驼和已经晕倒的阿赖 老曾为了感谢大家的帮助 终于还是开口说出了佛窟的事情 老曾告诉大家 自己曾在一个有超级月亮的晚上见过 佛窟佛窟里凶险无比 他自己都差点没弄出来 而且在后来的24年里 他再也没有见到佛窟的踪迹 只是依稀记的大概的位置 庄睿看着地图出了神 随即他想到了超级月亮这件事 便马上打电话询问德书 超级月亮 德书告诉庄睿 这种昊月当空的景象是周期性的变化 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事 他要是真想见这种情况 除了等待别无他法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庄睿兴奋地跑出来告诉大家 经过周密的准备 庄睿终于开启了神秘的沙漠之旅 而另一边 中川梁界派来的帮手小岛名字也就位 愣与众人一起前行 沙漠中路途艰险 连骆驼的脚步都变得很沉重 庄睿一行人在沙漠里整顿休息 他们扎好了帐篷 疲惫地喝着水 众人扎营休整一夜后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发生了 水囊中的水竟全部漏光 黄浮云大惊失色 在众人责备的目光下 黄楚云无地自容 只得向经验丰富的老曾求助 庄睿觉得此事蹊跷 黄浮云就算大打烈烈 也不会如此粗心大意 看来是有人暗中使了绊子 故意放掉所有的水 随后 庄睿等人继续在沙漠里艰难地行走 因为极度缺水已经快要昏迷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老曾终于发现了沙漠里的水潭 众人喜出望外 如狼似乎地赶过去疯狂喝水 谁知在放肆饮水之后 竟纷纷昏迷倒地 就在这时 阿鬼带着人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 眼见庄睿等人中招 他立刻打电话给秦宣兵 庄睿昏迷许久 他梦见秦宣兵手举尖刀 一脸诡异地看着他 庄睿慌乱地从噩梦中惊醒 发现已经到了夜间 他急忙将大家唤醒 来不及弄清楚众人晕倒的缘由 就再度出发寻找佛窟时 超级月亮悬挂在夜空中 神力佛窟微然耸立在他们面前 佛窟门口黄沙漫天妖风阵阵 看起来十分可怕 可庄睿此时却异常地激动 二话不说直接就进入了佛窟 庄睿一行人拿着手电筒 缓缓向前摸索着 只见墙壁上都是古怪的壁画 壁画的尽头有一扇刻有字符的门 庄睿看着石门仔细思考着 凭借着多次下目的经验 将石门打开了 而就在这时 阿鬼带人冲了过来 庄睿被逼无奈 只好假装在前面带路 小岗名字则趁机扔出闪光弹 众人迅速逃离 顺利甩掉了阿鬼 庄睿等人一路前进 走到了佛库的正点 他发现这里散落着很多现代的资料 很可能是当年庄启明所在的科考对流 吓得庄睿观察了四周 让皇甫云和彭飞将佛像往后面移动 紧接着殿内出现了一条密道 里面还有一张通往冯泉墨的地图 庄睿等人拿到地图后正欲撤离 在密道中却再次与阿鬼等人相遇 阿鬼绑住了庄睿等人的手脚 想要他们葬身在即将到来的流沙中 万分危急之时 老曾等人将庄睿几人 从流沙中救了出来 此时神秘的佛窟也被流沙迅速吞噬 消失得无影无踪 庄睿等人垂头丧气地回到老曾的客栈 而庄睿忍着痛苦 凭借记忆成功把冯泉墨的地图画了出来 他发现地图上显示的区域十分复杂 并没有任何关于方位的提示 情况十分棘手 另一边秦宣兵与阿鬼看过地图后 准备挨个搜索可能出现墓葬的地方 与此同时 客栈有一个神秘人来访 他叫冯国青 是冯泉的后人 他表示冯家世代都在寻找佛仙祖一样 眼睛具有异能的奇缘 然后把传下来的玉璧交给此人 现在冯国青把玉璧交给了庄睿 总算是完成了家族使命 庄睿开启黄金铜 仔细地观察冯国青给他的玉璧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真正的冯泉墨地图 这个好消息也鼓舞了大家 一行人决定再次出发寻找冯泉墨 与此同时 秦家也没有放弃任何有可能的地方 可是结果都不尽人意 他们决定向最后一个地点 胡杨临近发 巧的是 他们在前行的途中遇到庄睿等人 阿鬼十分惊悟 权衡之后 秦宣兵和阿鬼决定偷偷跟着庄睿 准备在他的带领下找寻 冯泉墨 庄睿等人停下来休息 阿鬼和秦宣兵便远远地观察着他们 阿鬼看到庄睿的手中有张地图 于是打算除掉庄睿将地图夺过来 秦宣还是坚决不同意 这让阿鬼非常的气馁 其实秦贤兵心中早已注满了庄睿 休息时 他脑海中不断闪现何庄睿的过往 他痴痴地傻笑着 纵情地享受着这片刻的欢愉 因为他知道身在秦家 就不能有少女的懵懂 只能是无尽的使命 而此时阿鬼越想越觉得生气 便在秦宣兵的水中下了药 然后将他软禁了起来 派人去杀庄睿抢地图 秦宣兵气愤不已 但身体却不听使唤 根本无能为力 阿鬼派派人埋伏射击庄睿 不料却中了庄睿的急 原来庄睿早就猜到 阿鬼会偷偷跟踪他 本来想兵分两路 吸引秦家的注意 但小岛名字觉得太过危险 便让自己的手下 假扮庄睿声东击西 庄睿与苗菲菲等人 已经来到胡杨林 他们成功开启了 通往逢全部的师门 就在这时 秦宣兵孤身一人 朝着庄睿跑来 庄睿已经吃过太多秦宣兵的亏 便与秦宣兵保持安全距离 时刻警惕着 秦宣兵急切解释到 阿鬼违抗了他的命令 并把他关了起来 就在大家疑惑之时 小岛名字也逃了过来 他证实了秦宣兵所言非虚 庄睿得知阿鬼正在赶来 带着人抢先进入了冯泉墓 秦宣兵请求苗菲菲 同意他一起进去 姚菲菲没有办法 只好答应 大家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 惊奇地发现 这里有许多扇门 却不知道哪一个才能 通往冯泉墓 庄睿仔细端下 发现这里的门像极了八卦阵 恐怕只有一扇门 才能通往冯泉墓 庄睿便使出黄金桶 想要查看门的玄机 奇料他的黄金桶 竟然失效了 庄睿无力地跌坐在地上 他觉得失去了黄金桶的辅助 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废物 什么都干不好 但苗菲菲在一旁鼓励他 支持他 他觉得即使是普通人 也有无限的潜力 庄睿重新振作起来 他逐一辨认位置 推测出每一扇门的玄机 最终排除了六扇死门 只剩下一生一死两扇门 需要判断 事关生死 大家都犹豫不决 而就在这时 阿鬼带人追了过来 企图用炸药炸开石门 洞内的石头摇摇欲坠 黄福云知道 必须赶快做出判断 于是他奋不顾身地去探路 幸运的是 黄福云找到了生路 开心地带着大家逃跑 唯有秦宣兵决定 独自留下拖住阿鬼 就这样秦宣兵冒死拖住了阿鬼 洞顶石头坠落 洞窟即将坍塌 庄睿一行平安进入了生门 而秦宣兵却和阿鬼一起 埋在了废墟中 庄睿目睹着这一切 可却只能够无力地握紧拳头 在苗霏霏等人的开导下 庄睿重新振作 继续带着大家往前走 终于来到冯泉的墓室 所有人都兴冲冲地钻了进去 只有庄睿停住了脚步 原来是庄睿的眼前 出现了冯泉的身影 他告诉庄睿 这墓室里有庄睿 一直苦苦寻找的秘密 只要进去就能得到答案 进去后 大家看见里面一片狼藉 这里散落着许多碎石 还有一句句白骨 庄睿猜测到上一批 进来的人 应该就是当年的科考队 冯泉本是一介文弱书生 可身在乱世 何来无辜 很快他就被争到了军队之中 后来冯泉发现天象异常 急忙去向将军汇报 不成想将军进步以为意 还认为他扰乱军心 令人把他拖了下去 在后来的战争中 果然天降雨石 导致死伤无数 冯泉大难不死逃过了一劫 在受到了雨石 和雷击的双重力量后 阴差阳错获得了黄金桶 待冯泉醒来 已经回到了家里 惊奇地发现 自己的眼睛具有透视功能 于是他利用这一点 迅速发家致富 过上了锦衣玉石的生活 只是好景不长 黄金桶开始影响冯泉的身体 他很快就无感尽失 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庄睿看到这些故事 便回忆起来 双眼被玉木碎片划伤 后来又被电线击中 这才阴差阳错 获得了黄金桶 也就是说 黄金桶是源于 雨石和电流产生的结果 二者缺一不可 庄睿还惊奇地发现 冯泉竟活到了102岁 这说明冯泉一定有自救的过程 可过程却被毁掉了 想到这里 庄睿不禁唏嘘感慨 黄金桶的出现 让他的生活得到了很多 又失去了很多 他不想在巨大的财富中 迷失自我 也不想失去身边 最真挚的感情 后来庄睿带领大家出了墓穴 并向中川梁界 说明了这里的情况 中川梁界一本正经地告诉庄睿 当年科考 对卫市区的队友 立了一座衣冠种 叫做守望者之碑 那里或许会有线索 于是庄睿马上决定 启程去找衣冠种 还请求中川梁界 帮忙寻找秦宣兵的衣品 挂掉电话后 庄睿等人与小岛名字道别 继续寻找守望者之墓 在这次历险中 彭飞与小岛名字擦出了爱的火花 彭飞给了他自己的项链 而他也上前深情地拥抱了彭飞 彭飞一向严肃冷静 此时心里却有一阵暖流经过 彭飞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漫漫黄沙中 心中仿佛溜走了些什么 茫茫戈壁滔黄沙 庄睿一行人再次失去方向 庄睿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爷爷庄启明 他想起爷爷曾经说过 启明星是一颗福星 会给他带来幸运 于是庄睿由此猜测 爷爷一定会朝启明星升起的方向前进 一行人便沿着启明星的方向前行 终于在沙漠中找到了守望者之碑 庄睿为了纪念科考对人们的丰功伟绩 便将在墓中找到的徽章埋在了碑下 谁知在挖开表面吐藏的时候 意外挖到了一本日记 原来这就是他爷爷庄启明的日记 庄睿认真地读着爷爷的日记 多年前的真香逐渐浮出水面 当年科考对人们找到了冯泉墓 并在这里发现了眼睛图形的玉木 可就在这时发电机发生了爆炸 把墓室内炸成了一片废墟 中川杨平因为拿着玉木接触了发电机 导致意外获得黄金铜 最后科考对只有庄启明 中川杨平 还有神秘人小马逃了出来 他们在漫天黄沙中前进 终于发现了一个废弃的村子 准备再次稍作休息 西北荒漠很少降雨 就在庄启明和小马不知所措时 中川杨平醒来了 他用黄金铜看见了地下 由水庄启明半信半疑地去挖 果真挖到了水源 之后中川杨平又看见了以前村民藏的金子 庄启明对他的变化感到匪夷所思 而小马却渐渐生出歹面 他基于中川杨平的黄金铜盟透视 竟然将枪口指向中川杨平 想要杀人挖下眼睛 在危机关头 庄启明就下了中川杨平 而已经发了疯的小马一路追击着两人 庄启明为了保护中川杨平 便孤身一人拿着日记本冲了出去 表示秘密都藏在日记本里 以此来引开小马注意 好让中川杨平逃离 后来 张启明不想小马知道黄金铜的秘密 便将日记本埋在守望者之杯的旁边 而自己也死在了荒漠之中 到了晚上庄瑞辗转反侧 他不知道黄金铜的出现是救赎的光芒 还是玩弄人心的夜灯 他一遍遍地思考着 终于雾透了冯泉留下的话 明明知己为昭昭 只有彻底放弃黄金铜 才能真正得救 那一刻庄瑞似乎获得了重生 他决定重回黑暗 放弃黄金铜 同时 他也感叹身边有这样一群朋友真好 他们不为名不为利 有的只是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感情 秦玄冰从昏迷中醒来 发现是中川良界救了自己 秦玄冰心晦意冷 他觉得自己 对 秦浩然已经没有利用价值 当秦玄冰得知庄瑞一切安好时 他如是重负 请求中川良界不要告诉庄瑞 自己还活着 第二天庄瑞将庄启明的日记本拿给中川良界 中川良界这才知道 原来庄启明才是无私保护他父亲的恩人 罪魁祸首其实是小马之 是小马的身份却成了一个谜团 苗飞飞调查后发现 当年的科考队原理根本没有姓马的人 庄瑞大吃一惊 不知从何查起 后来庄瑞去见德书 讲述了自己进沙漠后发生的惊险故事 也讲述了爷爷失踪被害之事 德书仔细端向照片后提点庄瑞 庄瑞顿时毛色顿开 立刻让苗飞飞帮忙调查 秦玄冰身上的多处关节受损 需要马上进行康复训练 否则将留下影响终身的后遗症 可秦玄冰却自暴自弃地拒绝康复训练 想借此来逃避自己的悲惨人生 中川良界来到了医院 他告诉秦玄冰 秦浩然对他的死讯非常漠然 甚至没有派人去找秦玄冰的事故 而且中川良界还查到了一些内秘 发现秦玄冰身负郑川的死有一点 似乎与秦浩然有磨不开的关系 而且郑川生前的产业也已被秦浩然吞并 秦玄冰不敢置信 自己与秦浩然虽不是亲生妇女 但这么多年他也让自己过得锦衣玉食 为了查明真相 秦玄冰以小岛珍稀的身份开启了新生活 并在中川良界的帮助下逐渐振作起来 另一边苗飞飞亲自去了一趟甘肃 他一户户询问 终于查出小马原名马腾峰 小时候同歹家的母亲一到来到甘肃 他对沙漠的天气地形十分熟悉 在15岁那年为考古队当巷头 后来考古队半路出世 马腾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秦玄冰与秦浩然的上一任保镖秘密见面 想询问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秦玄冰听到这一番话 心里的信念骤然崩塌 他心情复杂地偷偷回到秦家 明明一生都在为了秦家奔跑 故地重游时却感觉如此陌生 看着屋子里陪他长大的桌椅灯饰 他也想起秦浩然 曾经慈祥地握住他的手 秦玄冰鼻子一酸 他看着桌子上和秦浩然的合影 想着秦浩然欺骗他的事实 其实别人都是为了利益在和他演戏 走不出来的只有他自己 秦宪兵倔强地摆弄着这些老照片 无意中发现照片背面竟有生处 留得一言 另一边 苗飞飞调查兰州流动人口的资料照片 他发现马腾峰曾担任壁华家工厂的厂长 而秦浩然还为他的工厂捡过彩 于是苗飞飞立刻找到秦浩然 向他询问马腾峰的情况 而秦浩然适口否认自己认识马腾峰 他摆出了一副死鸭子嘴硬的态度 这让苗飞飞无计可施 等苗飞飞离开后 秦浩然与神秘人联系 细说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并约在老地方见面 商定对付庄瑞的计划 而他不知道的是 秦宣斌已经假扮成服务生 偷听到了他们所说的一切 他怒不可恶 拿着刀就朝秦浩然刺去 想要手刃杀父仇人 可双拳终究难敌四手 他根本没有伤到秦浩然一分一毫 反倒被抓住成了阶下球 秦浩然看着栽培了十几年的女儿还活 这心里还是十分的高兴 可当他知道 秦宣斌已经了解一切真相时 他的脸色立马变了 在他的世界 不能有任何人成为隐患 小岛名字和彭飞 正在围堵秦家押运的车 彭飞像一个战神一样 解决了秦家的护卫 顺利就向秦宣斌 秦宣斌看到庄睿后 压抑已久的情绪 像山洪一样爆发 他知道自己以前 做了太多不好的事 不停地向庄睿道歉 而庄睿也十分同情 秦宣斌的遭遇 当秦浩然知道秦宣斌被救 他咬牙切齿 后悔没有当时 对秦宣斌下毒手 另一边 庄睿太想知道 马脑的下落了 便让彭飞抢走了 中川良界的玉木 自己拿着玉木 去和秦浩然做交易 秦浩然冷冷一笑 庄睿眼见计划败露 只好就此作罢 事后秦浩然却等不及了 他使出调虎离山记 一边派阿鬼影太 苗飞飞等人 另一边派人暗中盗取玉木 阿鬼死心塌地 为秦浩然卖命 一路狂望飙车 苗飞飞则带着警察们 紧追不舍 秦浩然通过电话 指挥阿鬼如何逃跑 并称前方有人接应他 阿鬼对秦浩然毫无戒备 殊不知秦浩然心狠手辣 已经准备舍弃阿鬼这颗妻子 就这样 秦浩然故意误导阿鬼 拍进了死胡同 阿鬼来不及刹车 连人带车狠狠撞在墙上 在他奄奄一息之时 苗飞飞也追了过来 阿鬼拼尽气力 透露了秦浩然所在的酒店 他恨透了秦浩然 只能让苗飞飞为自己报仇 此时秦浩然已经拿到了玉米 他翻来覆去地查看 最后发现这只是块赝品 便急忙给马老打电话 寻求帮助 另一边苗飞飞带着警察到酒店搜索 却扑了个空 狡猾的秦浩然早就先一步逃走了 第二天庄瑞接到秦浩然电话 得知秦浩然绑架了德书 庄瑞心急如焚 这时苗飞飞安慰他 自己会带着警察暗中之遇 庄瑞相信德书一定会安然无恙 庄瑞孤身一人来到工厂 与秦浩然会面 秦浩然当即给了德书一管账 想在这场交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庄瑞见状心疼不已 秦浩然得意洋洋地翻阅着笔记 这时潜伏着的苗飞飞 眼见人质已经安全 便带领特警们雷霆出击 迅速将秦浩然包围 秦浩然枪指庄瑞威胁众人 德书竟不顾危险冲上去抓住手枪 危机关头 苗飞飞当机立断 一枪打中了秦浩然 秦浩然忽然倒在了地上 身体不停地抽搐着 在最后的弥留之际 秦宣兵赶到了他身边 秦浩然这一辈子坏事做尽 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得到 他无奈地合上了双眼 在秦宣兵的怀里死去了 德书平安回到家中 庄瑞将爷爷的笔记拿给德书看 他一心寻找杀害爷爷和古天风的凶手 然而现在秦浩然死了 已有的线索又再次中断 德书叹了口气 感慨世事无常 既然询问庄瑞还有什么打算 庄瑞感激德书的培养 决定勇往直前继续探索 德书握着庄瑞的手 心平气和地与庄瑞聊天 他真希望时光能停留在这一刻 另一边秦宣兵看着和秦浩然的合照 陷入了回忆 他的生命中充满了秦浩然的影子 他已经习惯了遵循秦浩然的命运 也已经习惯了为秦家的未来儿 牺牲自己 可命运总是跟他开玩笑 将他拥有的一切都全部毁掉 秦宣兵拿着秦浩然的拐杖缅怀 却意外地发现拐杖暗藏机关 他扭开拐杖竟然发现里面有支录音笔 于是秦宣兵打开录音笔仔细地听着 却被里面的电话录音惊呆 原来德书就是玛瑙 是德书让秦浩然策划绑架 以此来拿到装备手里的笔记 德书还信誓旦旦地向秦浩然保证 自己会让秦浩然平安脱身 可怜秦浩然一生聪明 结果还是没有斗过德书 秦宣兵将录音笔拿给庄瑞 里面是秦浩然和玛瑙的通话录音 庄瑞听完觉得难以相信 阴险狡诈的马腾风就是自己敬重的德书 原来庄瑞和秦宣兵一样也是个苦命人 秦宣兵终其一生都在为杀父仇人卖命 而庄瑞苦苦追寻的马腾风也一直在他身边 秦宣兵怜悯地看着庄瑞 他很理解庄瑞现在的这种心情 因为那种被背叛的感觉十分痛苦 比吞一千根针还难受 庄瑞忍不住去找德书对质 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他用黄金铜查看桌上的匕首 悍然看见德书用刀杀死古天峰的一幕 这一刻庄瑞彻底崩溃了 到了晚上庄瑞辗转反侧 他忽然觉得自己纵使拥有能看穿一切的黄金头 可怎么也看不穿别人的内心 怎么也猜不透人心的善恶 他忧郁着也恐惧着现在拥有的一切 这时黄甫云过来与庄瑞谈心 他们说起了青春熬夜冲动地下室 当然还有泡面 庄瑞笑了 原来时间不是解药 但解药都藏在了时间里 第二天 秦玄冰自首前给庄瑞留下了一封信 他在信里忏悔了自己做过的错事 同时也郑重表明 自己对庄瑞从来都是一片真心 庄瑞回忆着自己与秦玄冰经历的一切 他怅然若失 紧接着中川梁界送秦玄冰去了警局 他不知何时对秦玄冰动了心 告诉他只要他愿意 自己家里的门随时为他敞开 苗飞飞告诉庄瑞 匕首的检验结果出来了 庄瑞呆若目击 他回忆着德书小心翼翼磨制刀具的模样 如同一个最虔诚的匠人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那竟然是他杀人嗜血的凶器 庄瑞一时间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打击 眼前一黑整个人晕了过去 另一边德书知道自己身份暴露 他一路逃到基辅 准备策划下一场阴谋 是要将玉木抢夺到手 德书逃到基辅 找到了以前的小弟龙坤 他许诺丰厚的报酬 让龙坤替自己办事 唯利仕途的龙坤当场就答应了 庄瑞一行人也来到基辅 刚刚驻下 这时小岛名字匆匆感 告诉庄瑞我们暴露了 庄瑞大吃一惊 当即便准备撤离 谁知在撤离途中遭遇绑架 苗飞飞也被人打晕了 庄瑞被歹徒押送到德书面前 这时德书终于卸下了伪善的面具 露出了猙獰的嘴脸 他告诉庄瑞 其实自己也是个苦命人 他从小就被抛弃 没有吃过一天的饱饭 别人每天仅仅是为了生活 而郁郁寡欢 而他每天绞尽脑汁 想的就是怎么能活着 他不服气也不甘心 于是就打起中川杨平 黄金铜的主意 哪知却遭到了庄启明的阻拦 听到此处 庄瑞暴挑如雷 想要找德书拼命 奈何此事受制于人 没法报仇 可令庄瑞更加没想到的是 小岛名字竟是德书安插的奸细 只见小岛举着针管宁笑 这给庄瑞注射了安眠药 另一边 维克多发现龙坤 和医生彼得落为旗舰 他们敏锐地意识到 德书和龙坤 怕是要对庄瑞下手了 大家绝对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龙坤得意洋洋地 向庄瑞 下白自己的保护 庄瑞灵机一动 便开始离间龙坤和德书的关系 甚至还提起了 德书干掉秦浩然一事 龙坤表面不动声色 实则内心已经开始有所顾虑了 龙坤离开关押庄瑞的仓库林立 遇见了苗菲菲等人 三人表示不想和龙坤于死网破 只想知道庄瑞的下落 并见他一面 龙坤和德书 答应了苗菲菲等人的请求 但只允许一个人去探望庄瑞 并希望他们用手里的孕母 来交换庄瑞 苗菲菲见到庄瑞后 小声告诉他 明天大家会用假孕母进行交换 到时候他要和彭菲伺机逃跑 庄瑞却另有打算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知苗菲菲 让他回去照做 第二天 苗菲菲如约带着玉木来和德书交易 德书老谋深算当场指出玉木是假的 并且已经猜透了他们的营救计划 而另一边 庄瑞则又开始挑拨龙坤和德书的关系 龙坤被庄瑞说得胆战心惊 他害怕自己和秦浩然落得一个下场 于是他转过身拨通了一个电话 询问自己的生意是否被德书所干扰 而庄瑞则悄悄地开启黄金筒 把那个电话号码记在了心里 紧接着龙坤一巴掌把庄瑞打倒 庄瑞撞到铁管上晕倒了 这时彭飞及时赶到一个飞梯解决了 龙坤背着庄瑞就往外跑 可无奈对方人手众多 彭飞带着庄瑞很难脱身 于是庄瑞把那串号码告诉彭飞 想让他一个人先行逃离 可彭飞根本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 但庄被清除 如果这样坚持下去谁也跑不掉 他趁彭飞和敌人搏斗的时间逃了回去 又落到了龙坤的手里 第二天庄瑞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身处医院 德书正坐在一旁 小侠且贪婪地看着他 德书喋喋不休地说道 庄瑞和他爷爷真是太像了 既谦逊又善良 让自己非常的讨厌 对此庄瑞感觉浑身不自在 他恨透了眼前这个杀人恶魔 恨不得立刻将他绳之以法 德书见庄瑞态度如此强硬 便请来了乌克兰权威的脑科专家 要把庄瑞脑内的玉木碎片取出来 可专家却告诉德书手术危险十足 如果强行手术 庄瑞将会有生命危险 出于人道主义 他拒绝做这一场手术 可德书根本不在乎庄瑞的死活 他私下买通了专家的助手 对于黄金铜 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另一边苗菲菲根据庄瑞提供的号码 抓住了龙坤 龙坤为了活命 只能交代庄瑞正在医院做手术 一时苗菲菲见状十分着急 立刻驾车飞速朝医院赶去 此时庄瑞无力地躺在病床上 德书宁笑着告诉庄瑞 闭目碎片与庄瑞的神经纠缠在一起 想进行手术的话 恐怕庄瑞要冒险了 为了黄金铜德书 机关算尽了大半生 可正当德书准备为庄瑞做手术时 苗菲菲和彭菲带着警察赶来了 德书眼见大事不妙 立刻掏出手枪对准了庄瑞 可警察们已经不下 了天罗地网 只听喷的一声 德书轰然倒地 庄瑞成功被营救 一切尘埃落定后 庄瑞和好朋友们在一起 开心地吃火锅 大家回忆着曾经一起赌食 一起冒险 还有一起共患难的日子 满眼都是享受 庄瑞感叹一路走来泪眼心酸 无数的人为了利益算计他利用他 当下还陪在他身边的 才是最真挚的朋友 可快乐的时光总是太短 就像飘落的雪花 还没来得及 我再手心仔细端下 便已经融化 转眼夜幕降临 庄瑞送走了马哥众人 随即他告诉黄浮云 自己想做一个手术 把脑部的碎片彻底取出来 黄浮云觉得有些惋惜 而庄瑞却坚定地表示 自己已经想通了 明明知己为昭昭 看清一切才是真正的黄金桶 夜深人静 庄瑞独自在街上骑着单车 回忆着一路走来的经历 他想起自己和黄浮云 在地下室的日子 虽然清贴 但很快乐 想起自己和彭飞等人 在缅甸遇险 在丛林里穿梭 想起黄浮云为了自己 甘愿去闯生死门 想起初遇秦宣兵的时候 他是那么明艳美丽 楚楚动人 庄瑞停下车子 他又想起了德书 德书一声追求黄金桶 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 想起了古天风 那么和蔼慈祥的长辈 最后却无辜死在德书手里 庄瑞一路沉浸在回忆中 不知不觉回到了家 只见苗霏霏独自一人坐在院子里 痴痴地等待庄瑞回来 庄瑞看着苗霏霏眼里满是心疼 他回忆着和苗霏霏的点点滴滴 眼泪也在不自知地往下滴 书上说有些离别可以再会 擦肩之人尚可赶上 可这一刻 庄瑞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眼前这个女孩 如果她错过了就将会是一辈子 而另一边 德书其实并没有死 他在小岛名字的帮助下逃了出去 此刻他正准备接受 移植玉木碎片的手术 企图用这种办法来获取黄金桶 与此同时 庄瑞也进行了手术